上午大盘低开低走 而且是属于放量下跌 把前方这个跳空缺口给回补上了 那么回补了这个缺口 导形反转就没有了 没有导形反转 那一方面呢 是上涨的速度可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另一个方面呢 也是个好事 就是对于未来的上涨呢 这儿就没有什么负担了 来我们看一下细节啊 通过这个图我们不难发现 今天涨的呢 特别有趣的是 小盘股不跌了 大盘股除了一个快速下沙之后 慢慢下挫 剩下的跌的也不多 从这儿我们能看得到啊 今天虽然说指数是下跌了这么多 把跳空缺口也回补了 那跌了这么多 可是下跌超过5%的个股 只有25加 是不是很少 就连超过3%的 也只有150多加 这就证明下跌 虽然说指数是跌了 但是个股呢 并没有一个亏钱的效应 只不过在这儿呢 是大盘股在主跌 你看权重指标国 今天绿的特别多 除了有个别红的 你包括工业妇联那个家伙 通讯一类的啊 他长得很好 但是多数的呢 都出现回落了 包括毛指数也好啊 凝组合也好 总之拐什么大家伙 都在出现杀跌 那么我们看 大盘股小盘股 出现了一个大型的剪刀叉 而且这个剪刀叉 小盘股在上 这个就是好一些 如果小盘股要是跑到下面来 那大盘可不是说跌的这么少 或者是说可能指数 不一定跌的这么多 但是个股跌的却很凶 那么我们现在只能总结出一句话 大盘在这儿呢 还是出现一个震荡 那么在这种震荡的时候 有的人就说了 那上个周五这一天追高的 是不是全被埋了呢 来我们看一眼 上个周五是什么样啊 上个周五上午走的 就是一个跳红高开之后 横盘震荡 然后下午呢 在券商这些东西带领之下 大盘出现了快速的一个上涨 那这一堆上涨 可把很多人心思给激活了 也都纷纷进去 结果进去之后 当天就被埋 那么今天的下跌 是不是就是 这一天 你看中字头 是不是就是中字头啊 中字头一个快速上涨 这不就是中字头快速上涨 然后今天 今天中字头呢 开始出现分化吗 震荡 虽然说中字头并没跌太多 但是其他的东西可跌了不老少 尤其是权重指标股以九为类的 除了九 你看这个宁王 还有一些个咱们的银行 这跌的可都挺多呀 不光是这样 我们再来看牛市的起手券商 它不是风向标吗 880472 以风向标来说 今天是属于单边下挫呀 那么这种单边下挫 从指数上看 好像是没有跌的太多 但是他把其他的人的 就是这种做多的欲望 给打下来了 你别看做多的欲望 给打下来了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不难发现啊 这个位置成交量却出来了 你看成交量在网上堆 今天一个上午成交量 将近七千亿 是这一天 接天以来的几乎就是最多了 那么他成交量将近这么多 七千个亿 这能代表什么呢 那就能代表 如果今天下午差不多余的话 只要完成三千多亿 今天成交量又突破万亿了 那上一周 周三周四周五 连续三天成交量破万亿 在这儿出现了一个回落 这个回落是不是倒车接人呢 我们带着这个想法 来看一眼更细节的东西 那么不得不说 就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是多少 这不就是三千二百五十五点到三千二百五十二点 中间有一个二点五二的跳空缺口吗 那这个跳空缺口和这个跳空缺口 如果作为连线的话 它们形成一个不太标准的 叫导形反转 但是今天由于这个回撤看到没 就是这个冲高回落 是吗 不是 是跳空缺口 然后开始打低 打低之后 直接摆低点 咱们的三千二百五十二点 直接三 就这儿直接打漏了 那么只要是跌破三二五二点九八 就证明摆这个缺口回补 而今天最低点呢 是三千二百五十三点三二 这是不是完全回补缺口 那回补缺口呢 一个方面 导形反转失败 第二个就是这个缺口失败 那么我们就得考验 这个缺口之后 这儿在三千二百五十点附近 能不能支撑得住 也就是大盘在这儿 能不能出现一个快速反弹 那么在这儿呢 它为什么会回落 我们不得不从周日中午 昨天中午 我给大家开了一个策略会 上面是这样讲 大家跟我看的全文 那这个策略会看到没 是昨天五月六月十八号 我的策略会 我的观点是中长线 是有投资价值 但是短线震荡向上 是震荡向上 可不是说单边向上 那具体的是这样 通过技术走势图 我们不难发现 大家看 当时我给出的呢 就是这样的看法 由于这个跳空缺口 产生了我们关键 要看今天和明天 这两天 能不能回补 这个跳空缺口 结果今天就直接回补了 你说这个回补 是主动性回补呢 还是被动性回补呢 不管怎么样 这个跳空缺口回补了 那么跳空缺口 回补了之后呢 就证明未来上涨 这个上涨之后啊 这个地方就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压力 扔一下缺口之后 这是未来回落的一个吸引力 那现在没有了缺口 未来下跌 这块就没有吸引力 也就是这个位置呢 未来上涨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另外我们再回来看 我强调的是 上证指数30分钟有序列高点 包括创业板30分钟 还有生成值60分钟 包括创业板60分钟90分钟 都有一个序列的小高点 那么序列高点之后会是什么样呢 序列高点就证明这里面 短期有一个整顾的要求 所以说今天上午已经出现了整顾 那么这种整顾之后 会不会出现这个位置的一个大的机会呢 如果这个位置真的要是出现大的机会 那是不是代表着这里出现了一个倒车 接人 所以说不论如何 大盘载这个位置呢 都是出现一个阶段性中长线的 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我们就不用多想 按照自己的思路 也就是按照交易的规则 来一点点做也就行了 那么具体的做法呢 就是下午如果这个位置 真的出现了一个信息的密码 我们在直播间经常说啊 这个位置会出现一个叫认知差 认知差呢就会出现一个信息密码的格子 那么下午的时候 大概率就会出现一个第一位的这么一个小低点 小低点的时候 我们是做T加零也好啊 还是做试错买入上车也罢啊 总之这个位置呢 我们会有一定的机会 今天下午不是说这个位置所有人都看空 那么就空了 那他为什么会成交量放大呢 正是因为跳空低开 往下特意的低打 才有一些人在出现啊 抛出 那么抛出之后 我们想问的是 是谁在买 他为什么要买 买的道理 是不是就认为这个位置已经够低了 对呀 既然说能够有人买 那么这肯定不是我们散户啊 散户就在之前的时候 大家会明白啊 之前在这都套着呢 拿什么来买呢 至多是周五这一天追进去了 散户就是这样 见着阳线就使劲追 见着阴仪线就使出往处杀 那么今天就证明 是散户卖其他的 也就是大机构 大主力 人家在买呀 那么这个今天放出这么大量 可不是我们散户的行为 很有可能就是人家主力啊 或者是说场外资金在跑步进场 那么在这总结一句 大盘现在市场上并不缺热点 你看今天跌的都是什么 中字头在这并没出现一个大的跌幅 你看中字头是个挂个小星星 另外呢我们看深城址 深城址出现了七连阳之后 在这进行盘整 这个就是整过 那么再看这个位置 券商 券商是属于冲高回落 为什么冲高回落呀 券商叫牛式的起手 同时他还有一个名字 不就叫渣男吗 你看由于他的下跌 结果把大盘给带偏了 他现在起手一下子变成渣男 把大盘给拐高去了 正是因为他把一些恐慌盘杀出来了 所以呢 指数在这呢 才出现一定的恐慌抛牙 那么恐慌下跌是散户 而不是主力 这是我强调的重点 大家听清楚没 另外看这个位置 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今天是一骂上涨 那么现在是不是出现一个轮动上涨的格局 对呀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个位置呢 是震荡上扬 震荡期间 就是一些东西涨 一些东西不涨 今天呢 就是中字头 没有涨 但中字头也没太跌 可是数字经济涨了 意思就是有一些资金正在往数字经济里扎堆 那数字经济如果放长的是啥样啊 人家可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是不是一路飙升啊 对呀 那数字经济在这又是什么概念呢 大家看 这不是前期上涨之后 有人说这是一个头肩顶吗 那么涨起来之后就不说头肩顶了 所以呢 热点还是不断的情况下 我们没有必要起因忧天 就是跟着做就行 现在就是一个轮动上涨 螺旋上升 你刚刚把这些东西卖掉 人家就出现上涨 你刚刚注意那个上涨的东西 人家就不涨了 等你什么时候受不了一卖的时候 再去追别的上涨 回过头来一看卖的那东西反而上涨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叫轮动 叫螺旋上升 你不注意的时候呢 就是这块螺旋吗 当它到背面你看不到的时候 也就涨了 等你发现它又转过来了 又在高位了 就是这样 说个结论吧 大盘在这块进行一个轮动上涨的时候 关键看我们能不能把握好自己的东西 手里有一些品种 现在是输时间不输空间的时候 往往呢 可能持股待涨更好一些 那么我们再看市场热点 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这些信息化 AIGC 人工智能 包括金融科技 还是芯片 还有一些智能驾驶 数据要素等等啊 就连CPU光刻胶 这些东西呢 也没有断了上涨 就是科技也好 还是咱们的数字经济也好 永远是主力资金在这块深增的 那么现在我们还怕什么呢 只是市场上轮动 你比方说 中字头涨完了 数字经济涨 数字经济涨完了呢 这个双创 你比方说 以创业板为主的 就这些个新能源啊 赛道股啊 他们涨 你看现在数字经济又回来了 那么这些呢 其他的 你像那些个老报团 包括一些赛道股 他们又开始不涨了 当你又一不注意的时候 他们又开始涨 这个就是轮动上涨的时候 我们关键的要把握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如果不跌破五日线 那就持股待涨 千万好东西别卖肥 一旦自己的东西 要是跌破了重要的关键点 那还是要出来的 因为有一些个东西呢 轮动上涨 他们就会被边缘化 你像一些业绩不好的 不就是这样吗 那么大盘现在又成交量又放大 今天看起来 破万亿又没问题 那么就是证明 量在价先 水涨船才能高 股价 那么是船 成交量是水 成交量都来了 我们还怕那么多干什么呢 下午看看有什么样的机会 如果是个机会比较大的话 那么我们还是跟着做也就行了 好 我是股邦 喜欢股邦的加关注 下午我到底怎么弄的 哪些东西还有机会呢 收盘跟朋友们讲清楚 朋友们 下午收盘见